還有來看到有台灣民眾到菲律賓旅遊 結果在機場殘遭計程車駕駛敲竹槓 4公里的路程駕駛要求付5600元台幣 而且要是不付錢就會鎖門 對此菲律賓的交通部表示 已經禁止這家計程車業者在機場服務 目前也在調查這一名駕駛 計程車一度行駛 眼看就快要到目的地 這是前幫住在副駕駛座的紅衣男子 突然拿出A4大小的貨備紙 開始跟台灣遊客搶鎖高額車資 民眾發現不對勁 趕緊錄影拍照 事發在菲律賓馬尼達機場 兩名台灣遊客本來想搭接駁的車 從第三行下轉到第四行下 卻被警衛告知已經沒有車 要旅客出了行下後 去找穿紅色衣服的計程車司機 結果一出行下 果然遇到熱情招呼的司機 沒有想到卻是他們噩夢的開始 不但幫忙搬行李的人跟著上了副駕 還不願意告知車資 過了五分鐘才遞了張價目表 一看不得了 每個人要價一萬批鎖 相當於台幣五千六百元 註定想下車車門也被鎖住 之後副駕駛座男子 又拿出另外一張戶備紙 刷算他們菲律賓當地人的價錢 最後兩人付了五千兩百元批鎖 將近三千元台幣 才得以下車 這個狀況在東南亞各國其實算是蠻常見的 行李真的不要帶太多 司機他會幫你拿行李 他可能就會以小費為理由 然後跟你多要一筆費用 如果你不給 那他就會拒絕打開後車座 仔細看機價表上 下面還寫著如果違反機場政策 將會受到菲律賓法律處罰 對此馬尼拉國際機場回應 這張是衛造費率 當地消防部也禁止這家計程車業者 在機場服務 專家建議在前往東南亞國家旅遊 最晚還是透過機場櫃台 叫正輝計程車並免備 賣田有價 這要綜合報道